这是我们今天的主角 人称短腿小萝卜 他既是一位职业兼体运动员 又是一位上海健身房的老板 你这么进宫是没有一个员工教你老板好 来一二三 老板好 可以可以了 还是一个网红健身博主 你爱我我爱你 米血冰成甜蜜蜜 呃不对再来 为了一种朋友院的身材 我决定用24小时将他的训练健身那种完整的过一天 我就很好奇 同时拥有三个身份的他 一天的生活是怎么过的 今天我就带你了解一下 这是我们今天的主角 你们说壮不壮 壮不壮 哦不是 在这里 哦更壮 哈喽大家好 我是小萝卜 这个是你的早饭吗 还蛮丰盛的吗 呃这不是我的早饭 这个是我们全家人的早饭 现在我在我老婆家 他们家的阿姨会做好全家人的饭 现在已经为了我去少油少盐 我早上是100克盐麦 加上8个蛋 因为这个也是你的职业 你马上要去美国比赛 对我11月19号去美国比职业赛 我的饮食会很苛刻 现在我会每天运动三个小时 但是结果我们等会在健身房给大家看一下 修修生存啊 对给你们看一下 现在就对我来说是早上最普通的一个状态 最普通的一个状态 哎呀如果我有你这么普通的一个状态 对我就会开心 对这就是非常普通 嗯 然后非常小 非常小 你们一家人都很壮吗 我妈也很壮 我妈可以划船拿50磅来划船 真的啊 对 然后我弟也很壮 你每天吃几顿 每天吃5顿 那你平时会出去吃吗 比如说跟朋友聚会啊什么 你现在还有朋友吗 我现在没有朋友了 没有朋友 哈哈 因为没办法给他们出去吃饭 越健身 朋友越少了 我大部分的朋友跟我的生活的这个方式比较像 就是都是以运动员为主 所以他们他们很理解我 很多人欣赏不了像我们这样的身材 但是其实我我这样的身材不是让大家欣赏 我更喜欢的感觉是等到我穿背心的时候去出街 我喜欢让练得好的人 会跟朋友说我靠这个人练得好大 让那种平时不训练的那些人看到 直接说脏话 哇 你看这个 我听到他的声音以后我还会 嗯 已经享受别人这么说我 我这里还要说一点就是很多女生啊 什么他们去锻炼 他们说哎呀我不想像你们练得这么大 或者像你们一些教练身材也特别好 我感觉很多小白他们一点感觉都没有 如果你要练得这么大 你要付出多少努力多少时间 绝对不会不小心的练得这么大 我练成这样绝对不是意外 我练成这样子是请过很多老师去学习 并且坚持到现在 我从17岁开始训练 然后现在已经练了9年了 我现在陪小萝卜吃4个鸡蛋 然后你们也可以跟我们说一下 你们是在家里自己少菜多 还是外卖吃的多 或者在外面的房间吃的多 欢迎投个票 大概中午12点钟 小萝卜会出门 对出门去训练了 哎呦你这个车还可以啊 没想到你开这么大的车 小萝卜 你这么进宫 没有一个员工叫你老板好啊 来一二三 老板好 哎呀可以可以可以 你要这么一时感受 对对对 我们一下我们先热身 所以萝卜你现在要 边直播边锻炼 对就是不影响我训练情况下 我会让他们帮我播 那你每周会练几次啊 每周练七次啊 除非我太累了 不然我不太会休息 我们包括小萝卜 这几个人的流量 大概是粉丝多少 140万 在某一个短视频平台啊 你粉丝多少 70多万 一个健身房 然后包括小萝卜 就几百万的流量 这个真的是一个网红健身房 教练自己也在直播 在那边看到了吗 你是这里教练对吧 对 小萝卜这个老板怎么样 说实话 嗯 挺好的 这个屁股太丑了 好 那你自己做吧 好 你记得你练得多长时间吗 就是有计划控制饮食 做力量训练 第三年现在是 第三年 嗯 哥哥说你练得多长时间吗 练好几年了 四五年了 所以我想给大家看一下 我现在跟他们一起练 因为他们已经练了很长时间了 然后我还是在这个过程中 所以一定要坚持 但是你属于是 有天赋 有天赋的 直接说 我们现在要做一个投票款甲 你们最喜欢什么样的一个体型 一号选手 体重多少 体重87公斤 体质率大概多少 体率大概10%之内 二号选手 三号选手 三号选手 我是最轻的 我是XS嘛 我现在体重是71公斤 体重大概多少 10%差不多 OK 好 大家现在可以投个票 三号选手 威廉 二号选手 一号选手 我们大老板 小罗 或者你们喜欢我这种 刚剪个一百多斤 这种身材呢 这种身材呢 也可以为我投个票 所以小罗 你做一个IFB Pro 就是职业选手 你觉得累不累啊 不会累 因为这是你的职业 你如果把职业觉得累的话 它就不适合你 那你觉得这个可以赚钱吗 赚不了钱 我没办法 纯粹的只做运动员 嗯 必须要做自媒体 必须要开健身房 这样才能养活我 然后才能支持我的梦想 诶 但是你本来在美国学的 跟健身没有任何的关系啊 没有任何关系 我学经济的 然后怎么解释健身的呢 披披看我的腿 我以前是踢球的 在美国读高中的时候 我们踢学校联赛 把鞋踢断了以后 就开始去健身 然后我就想练得 跟美国人一样强壮 我是我们学校第一个 拿到职业卡的男士 四万多人的学校 整个历史上我是第一个 其实他们现在的健身房还会说 有一个亚洲人很牛逼 有个中国人很牛逼 但是说的是我 确实很牛 小龙啊 你除了健身 还有其他的爱好吗 我爱好太多了 跳舞 踢球 包括之前是学校的 那个玩frisbee 背盘的那个校队的主力 然后我是crew 划船 所以其实你健身之前 身材应该也蛮不错的吧 健身之前已经超过了95%的人 然后现在你走在马路上 有很多人会看你吗 取决于什么季节 你穿什么衣服的 对 决于我穿什么衣服 穿背心上街的话 可能会很多人看我 瘦的人穿背心的话 就是背心 胖的人穿背心的话 那也是背心 但一旦你有点肌肉 你走在街上 说X 小萝卜他现在还要去二店 因为他马上又要开一家健身房了 我们现在过去正好正面看看 小萝卜你现在还有时间是relaxed吗 就是不想工作 什么都不想 很少 基本上没有 我觉得我还可以工作至少到80岁吧 退休 那你健身也到80岁吗 健身可以健到更久 到100岁 可能前面一天还在健身 第二天跟屁了 可能要练到最后一课 感觉怎么样 你第二个宝宝马上又出生了 其实很慌 感觉第二个宝宝还没有怎么看他长大 我就要去美国比赛了 你当时怎么会向着从美国回国创业 其实我刚开始回来的时候我不知道我要做什么 但我当时想做一个工作室 我可以拍视频 给自己训练 我可以带课 然后我就在看那个场地 我跟我爸说我想开个两三百屏的 够自己练就拍剧情了 然后我爸就说不行 他说你一定要开一个1000屏的地 那你们这两家店花了多少钱 1100万左右吧 但是我的二店的钱 基本上都是我自己挣出来的 我一店全部是我爸给我的 听说他还是看不起你做这个建设法 对啊 因为他觉得我做的东西都是 对他来说是小职嘛 因为我家里面的人做的事情比较大一点 他其实不是真的看不起 他知道我喜欢压力 他这样压我的话 到着嘴都复心 对吧 我真遇到问题 他每次都会帮我 很多年轻人觉得自己生活很焦虑 你看看我 比如说我运营健身房 健身房的业绩差 我会焦虑 然后我做自媒体会焦虑 这个人粉丝比我少 他的更多的收入 或者这个人粉丝增长很快 我也会焦虑 然后我在比赛看到那些人进步很快 他们已经比你先一步登上更高的舞台了 然后我也会焦虑 所以其实每个人都在对抗焦虑 对对对 每个人都有焦虑 所以我一直以来的一个原则是 你不要羡慕任何一个人 因为想要他这样的身材 你想要这样的一个事业 也有羡慕他的这些焦虑 对而且你还有一个焦虑是如何平衡好这三个 对对对 最佳的一个焦虑 一定要现在很年轻 一定要多做些事情 对对对 你不要怕失败 我也失败 比赛我输过 我自媒体粉丝 我半年增长一万粉丝都有 我的健身房也亏过钱 每个人都有失败 但是这都不可怕 因为我们在进步 到最后这些失败都是学习 对都是学习 哎呀我们今天的鸡汤真的是 但是又是蛋白质很高又是特别香 对 你们也可以说一下 如果你们现在账户里或者手里有一千万 你们会做什么 跟小萝卜一样去开健身房 或者去投资会去买房子啊什么的 换一下下面留个眼 现在晚上六点 你今天还有什么安排啊 我一会儿还要去建一个器械商 因为我们所有的设备全是进口的 就基本上我的所有的事情就是 一个事情接了一个事情 接了一个事情 而且像今天是没有拍视频的计划 然后明天可能又要拍视频了 所以说你们看他的生活这么精彩 但是也特别辛苦非常累 我们刚刚已经说了 不要羡慕任何一个人 但是可以向任何一个人学习 你还有什么鸡汤要跟大家分享啊 想跟大家讲的就是你只能活一次 一定要活出自己想活的样子 我不知道我自己就是大概可能能活个多少年 但是我想把我的整个人生填满 这个是我自己期待的 所以我为什么这么去不能说拼命嘛 只能说自己去比较努力的 获得我自己想获得的东西 我体验过你一天 我感觉你的生活确实过得非常的充实 好记得去关注一下小萝卜 也给他点个赞 然后我们下一期再见 拜拜 拜拜